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st 今天要讲的话题呢是 断舍离其实就是给你生活排毒 那我知道大家应该是会接触到很多关于排毒这方面的信息 那还不认识我朋友,频道的朋友 我先说一下,这个频道90%讲的都是极简生活理财和个人成长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 也就是断舍离的排毒 你们有没有知道说身体好啊 或在医学方面你们会听到很多就是排毒 甚至以前呢,我长很多痘痘的时候呢 有人说你要吃一个排毒养颜娇男 就是让我们身体排掉很多毒 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我经常听到排毒这个词 可是呢,很少有人教你给生活排毒 因为没有一个药王或者没有一个产品 让你吃一下就可以马上把你生活排毒掉 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些商家他可以告诉你要排毒养颜的娇男 或者各式各样排毒的药品 因为他可以做广告,你就会接触到很多这方面 可是真正让你生活上去排毒的人并不是很多 那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一个呢,能让你改变一下 想想我们平时生活给我们自己带来多少的毒 第一个就是不停的买买买 于是生活呢,就变得很忙碌 第一个,你需要更多空间来储存这个东西 第二个,每一个东西你带进来的时候 要有他的成本时间,长期的时间 比如说如果你衣服有几百件 那你去找他的时间 去每一次拿出来放回去的时间 就打我个人的比方说吧 我以前每一次,我是说做极简 以前每一次出门教室比较重大的场合 甚至只是跟朋友出去吃饭 都想要打扮得很漂亮 人之常情嘛,爱美之心人人都有 于是我是怎样 我是一个柜子里的东西 衣服开始试穿 然后呢,船铺上就堆了一座小山 回来的时候,还要去折这些衣服 一件一件放回去 而且,常常我最喜欢穿的也就是那几件 可是每一次还是不停的会在衣服里面找东西 这是为什么说女人衣柜里面总是找一件 总是少一件衣服 我觉得其实是跟我们衣服太多有关系 就是到时候选择的时候太多选择了 而我现在 而我现在衣服就很少 可能你们也知道我的衣服很少 我做视频的时候真的也就这几件衣服 然后当然我有还有几件衣服是自己出去穿的时候 像是外套我就不在做视频的时候穿 可是现在我的生活就简单很多 我的衣服都是我很喜欢的很适合 或许你们觉得OK还OK 可是对我来说我穿在身上 我很开心我就很适合我style的 于是每一次出去就那几件衣服找起来就很方便 这也就是说排毒了以后呢 我生活就清爽了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排毒那么重要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忽视 但我们要学会跟信息排毒 就是要忽视掉所有的新闻 也不是说所有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看 不看新闻了 以前呢 有的时候我每一天早晨起来 会先看手机里面的新闻 会先去某一个网站 看一下一些日报 看看这个明星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大消息 或者看看这个事件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大消息 但后来我发现呢 其实那些新闻对我个人的生活 没有任何影响 然后很多的时候新闻 只是看一些八卦的新闻 就是永远头条新闻啊 很多的时候 很多都是一些悲惨的 或者是八卦的新闻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就是做这个 媒体的这个一个等于 类似是记者啊 或者是这样子的行业 他跟我说两种新闻 最买钱 也就是最博眼球 第一个呢 新闻就是八卦的新闻 明星的八卦 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悲惨的 悲惨的新闻 就是很惨的 因为会博取人们通行性 人们很喜欢看一些 比如说 他们很喜欢的大牌明星 或者是环视的之类的一些 他们内部的小心 可是我很想知道说 除了那些很远的拍出来的照片 谁会知道关起门里面的事情啊 会除非是传到外面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悲惨的事情 人们总是有很多通行性 因为看了人家悲惨的事情 一个 你就觉得自己生活过得比较好 所以卖场其实是一个 蛮那个 蛮吸眼球的新闻 可是那些东西 跟我们生活都是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们不会因为看了他 生活变更好 或者变得更不好 如果是一个重要的新闻 他迟早会 传到你的耳朵里面的 只要是非常重要的新闻 跟你有关系的 你最后你不用看 你不用提 你不用去每天去刷这些新闻 你今天上班 你的同事圈里面 如果是很大的 已经传遍了 所以不用担心这些 跟社会就不看新闻 就是跟社会脱轨啊 怎么样 不用 你可以少掉很多时间来关心 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这个东西 那下一个呢 就是颜色的拍度 颜色 我好像很少 在集结里面 我很少讲过这个颜色 其实如果说 配色 怎么样搭配比较好看 或者如何专修房子 比较好看 我说各式各样的方法 有很多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最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 不会特别难看呢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 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如果是房子 主色调 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然后主色调最好是 占百分之 六十 然后次色调 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然后最后第三个色调 占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十五 这些数字可以稍微调一下 那如果配色的话 衣服也是身上尽量 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然后如果身上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穿的上面 衣服是黑色 白色 和这个颜色 已经是三种了 那我的裤子和皮带 最好是跟这三种 是可以match的 可以跟它 一样的颜色 这样至少看起来 我不会让人觉得 我穿的很土 或者穿的很花 或者很乱 房子也一样 只要这个颜色色调呢 match了 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 就会看起来非常干净 清爽 这个呢 这个方式 其实也就是说 less is more 拥有越少 其实你拥有越多 也视觉上 颜色越少 其实看起来呢 更是更清爽 更好看 这样子 那下一个呢 就是要留空间 在任何东西 特别是房子吧 就是我们现在做几件 第一个想要的就是房子 你们觉得一幅画 什么样的画室 就是好画 如果说中国的古画 山水画 或者一些非常古香古色的国画 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话 最重要的 以前我学国画的时候呢 老师跟我说 就是最重要的是 要留空白 你不要把一幅画上面画满了画 如果你想要一幅国画漂亮的话 颜色要少 第二个就是 当然国画很多都是黑色的 用黑色画上那些山啊水 然后点一些红色的或者什么花 最重要的就是留空白 如果说一个东西再漂亮 比如说吧 我们在房间摆一瓶的花 可是它旁边都是杂物 就不好看 如果那瓶花 然后旁边都是很干净 很漂亮 它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这就是要留空间 也就是极简生活 我们要给自己的生活留空间 不要说一有时间 你已经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到九个小时 甚至有些人还工作十几个小时 你回来又去买东西 然后又去做这个活动 你是不是要把一些时间 留给自己 留给家人呢 那下一个呢 我们要说到时间 留给自己和家人 要说到对自己的promise 我们 有没有从小有人跟你说 keep your promise 就是要 就是要守住自己承诺 要讲信用 你答应人家做一件事情 你交给人家做 或者说你说起来话 你就不要反悔 可是 我们的确是这样 就是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在美国的话 华人 大部分的华人的信用 是非常高的 就是信用分数 信用分数是怎么算呢 就是借钱有借有还的 一个分数 它有个叫分数机制 所以是华人的分数 是非常高的 一般就是850分 好像是满分 然后很多华人 都是700多 800多的 800多是非常难得到的分数 在信用分数上面 可是华人很多 都是700多 800多的 这就是说 我们的传统 让我们非常守信用 可是呢 在你跟任何东西 守信用的时候 我们最应该守信用的是 我们自己 比如说 跟自己约好 每个星期天 给自己个瑜伽 跟自己约好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 喝点茶 听点清音乐 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 而且 为什么要说 跟自己约好呢 你会不会跟自己说 比如说 我想要减肥 那我每一天就要跑步 半个小时 打个比方吧 或者做一个瑜伽 一个小时 可是会不会因为 有个朋友突然说 你过来啊 我们大家聚一聚 喝喝茶 你就把自己 跟自己约会 给cancel掉呢 很经常 或者说 你本来星期天下午 是留给自己和家人的 就在家里 做一些东西 给自己和家人 吃 叙叙旧 或者跟自己家人 看一部 自己想看很久 电视 可是有的时候呢 又有个朋友 又打电话说 星期天我们去巴哈山吧 你就答应了 就去了 甚至说 有时候 你可能星期六 给自己一个承诺 就是我今天只想 好好在家里 休息一天 什么都不做 是把一个星期的 叫都补一下 或者怎么样 可是呢 又有个人 打电话说 我们星期六 去打羽毛球吧 你又去了 我们好像 对别人 比对自己好 你给别人的承诺 你会不会跟别人 约了星期六 一起去打羽毛球 可是第三个朋友 跟你打电话 告诉你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你应该会跟他说 我已经跟朋友有约了 我不能失约 对不起 可是你常常对自己失约 如果你已经决定 星期六 留给自己一天的话 你要跟他说 我已经有计划了 一定 一定要记着 把时间留给自己 不要 给自己失信 你最需要爱的人 你要先爱好自己 才能去照顾别人 如果说你每一天 已经有个计划 就是每一天健身半个小时 跑步半个小时 做瑜伽半个小时 那你不要因为外面的任何一个原因 就除非是紧急情况 你不要把自己跟自己的约会 把自己cancel掉 你就坚持下来 你才会有更好的身材 你才有更好的精力 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记住 就是 不要忘记了 这个时间 留给自己的时间 不要忘记了 跟自己守的约会 那下一个呢 就是挑战自己 扫用 社交网站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排读 这个排读呢 我应该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是 排读算是Top 3吧 我已经戒掉 我自己已经戒掉 微信啊 Line啊 Facebook啊 Instagram 这些东西了 那现在还有Snapchat 还有很多很多 为什么这些人会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这个Facebook 这个一个电影吗 就是讲他们是怎么 就是这个Mike 他是怎么成立他的Facebook 然后是怎样怎样的 就是里面的很多 连Drama都讲出来 那看过一个 这个电影的朋友 里面有一个 Think 里面有一个 那个一部 就是 有一个人他还说 我要让Facebook 变成 人们不但可以 在生活中吃饭 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 跟人家聊天 可以在上面吃饭 可以在上面睡觉 就是你只要照一个照片 你就可以tug别人 让你整个生活 从你现实生活中 搬到 网络生活上 就导致我们 不管做什么事情 去吃一顿好的 要把它照下来 给人家看 然后 旅游 也要照下来 买一张机票 也要照下来 任何一个东西 你的生活 把你的生活 活生生的搬到 晚上去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 没办法好好吃一顿 不停的照相 有的人旅游的时候 无法完全放松自己 不停的照相 然后不停的post东西 甚至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无法放松自己 一直在看别人的story 在看别人去哪里旅游 在看别人最近买了什么新车 看别人买了什么大房子 看别人的新衣服 你就不停的看 炫富也好 炫耀也好 因为很少人会把自己的悲惨故事 放在他的facebook上面 他不会说他今天跟 比如说男朋友分手了 然后有多伤心 然后哭得眼睛花了 他不会照一张照片放在上面 也不会有人说生意失败了 怎么样 然后心情多不好 欠银行多少钱 他不会把这些放在上面 但是他会把生活中最好的一面 放在上面 于是你看了越多 你越觉得自己 就是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失败 慢慢的 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忧郁起来 就会去想要好 我现在也要去 去哪里旅游一下 或者一定要去买一个 这个牌子的衣服 或者一定要去这一家 特别贵的东西 网红 或者说特别贵的餐厅 即使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也要去那边吃一顿晚餐 照一个照片 就变成 Compare with other people 你就会跟别人去攀比 试试看 从手机上删掉这些APP吧 你会发现说 你会回来 你的人会回到你自己的本出 你会觉得更快乐 你不会去在意别人 在外面跟你炫耀什么 你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把手机上删除这些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微信什么 就删除掉 你试试看30天 让它变成一个不是很容易 就是用手一滑 就可以到的地方 我在30天以后 我发现 原来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 该是我死胆的朋友还在 该要找到我的人 他们还是能找到 然后我的生活还是一样继续 而且我心情放松很多 我就不再去跟人家比较 我就觉得说自己做什么 这个做某一个东西 我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而不是为了造一张照片 post到上面去 也不会再在乎 别人是怎样的生活 我会更在乎 自己的生活开不开心 然后会更 跟自己手训愿 做自己事情 让自己开心 好 那今天的这个跟生活 排读回到原本的自己的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希望呢 对你们有版主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